Hello 我是夏苗妍 今天我介紹這個YouTube Channel的內容 主要就是介紹我近期做的草月樓的作品 這三個就是在一個鑽石店 Mangrove Diamond開幕的時間 剛才第一個就是一個藍色的花瓶 一個座桌的 另外這兩個就是坐地的裝置 都是配合了一些我在日本訂製的花材 充滿了一個工賀的氣氛 今天咪咪也特別希望邀請到大家 在11月24至26日 可以來到香港藝術中心五樓 豹市藝術囊這裡 看今年草月香港教師會的周年展覽 其中咪咪也有一個草月作品會放在那裏展出 其實什麼叫草月樓作品呢 就是一個充滿日本藝術和歷史的一個日本的花道 那這些都是Miu Miu 是過往做的一些作品 也都和你分享一下 這位就是日本的大師叫做 Katayama Ken Sensei 片山見老師 另外這個作品我就是配合中秋階節 追悅的時候的作品 所以這位是 Dr. Serena 我想要示範你們一些 我之前的草月樓的藝術 我願意邀請大家 去到草月樓 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 Annual Exhibition 從24到26日 而我的作品呢 就會放在四樓 入層之後 四樓的下方 這裡見不見到? D2 這個就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的作品會在四樓 在四樓 你必須從五樓 走到一樓 一樓 下方 然後我的作品會在四樓 在四樓 在香港藝術中 所以我希望看到你們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那裡 但是我呢 就是24號的 下午五點到八點 開幕那天 還有26號 閉幕前的最後一個小時 就是五點到六點 我就會在現場的 希望你都可以來到我的 D2這個部份那裡 支持一下 亦都可以看到很多 其他結出老師的作品 So I see you this Friday from 5 to 8 at the Hong Kong Art Center or the 26th of November this Sunday from 5 to 6 希望可以在那裡見到大家 好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YouTube頻道 希望訂閱和讚好 I hope you subscribe and like my 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